大锅囊括古今 有料畅谈内外 欢迎收看大锅有料 今天我们来看一部喜悲心灵的日本电影 《铺链诗》 生活在东京的主人公小林大悟 酷爱大提心 并且在人生的前30年 一直认为这将是他毕生的追求 奈何受限于天恨和手残 始终是个半吊子演奏家 但是怀揣着毕生的信仰 他还是参加了一个乐队 工作4个月后 为了充实信仰 他贷款买了一把高端大提心 谁知道买完刚演出了一次 社长就说道 别人都找好了下家 赖鱼充数的小林终于下岗了 回到家中 他不得不把贷款买勤的事情 告诉了妻子 妻子本来也没怎么过分焦虑 但是当知道一把勤 价值1800万日元 约合90万人民币后 终于不淡定了 无奈之下 小林只能卖掉大提琴 带着妻子回到乡下的老家 小林在报纸上发现了 一个叫做NK代理的工作 失去生活来源的他决定前去应聘 原来NK是纳观的缩写 小林面对的工作是由死人打交道的助脸师 虽然为难 然而他还是被月50万的基本工资打动了 刚刚入职后的实习工作是装死人 但是死人也不是那么好当的 刚躺了没多久 就被割破了脸 通过了试用期第一次实际工作 小林就遇到了大麻烦 他要面对的是一名去世很久 才被发现的老奶奶 这次工作也给他带来了巨大的精神打击 他来到老家附近的老浴池洗了个干净 遇到了他的旧时好友 这里开浴池的是他好友的妈妈 除去总是感觉洗不干净之外 第一次就只给他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 就算是看见戴帅的生肉 也会脑补出腐烂实习的画面 恶心反备 相反见到死者的体验 也让他更加珍惜眼前人 这里他会想起了年少时他父亲 和他交换的石头信物 本来已经放弃了入脸石头工作的小林 在散步的时候遇到了社长 社长在他参加了第二次工作 在旁边的小林亲眼看到了社长 精致地为使者静身 着衣和换装 不知为何 小林和本来太多恶劣的家属看到这里 心中生出的是空气的伤感和悲伤 等到离开时 使者的家人一改一世前的态度 感谢了他们 死者丈夫说 今天是他妻子一生最美的一天 再次受到灵魂冲击的小林 也开始认识到了 入脸石这个工作的神圣性质 渐渐地 小林开始热爱了这份工作 他认真的对待每一个失去的人 然而他的旧友 知道了他的工作 完全改变了对他的态度 此时 他的妻子也终于发现了 他的工作内容 一向迁就的妻子 这次坚决反对小林 从事这个工作 甚至以离家出走向威胁 想要再次辞职 但是被社长说服的小林 继续着工作 有一天 他回到家 发现他妻子已经回来了 并且告诉了他 自己已经怀孕的好消息 就当妻子想用孩子 说服小林换带工作的时候 小林得到了好友的母亲 也就是 澡堂婆婆去世的消息 他和妻子一同来到好友家中 小林亲自为婆婆入联 净身换装补装 小林每一个动作精致熟练 而又充满尊敬 在这一刻 小林变得无比高大 他身边散发出无穷的力量 包围了身边每一个人 干了身为澡堂婆婆儿子的 他的旧友 还有自己的妻子米香 也是在此时 小林的妻子和舅友 完全理解了他 一段时间后 米香接到了小林 父亲去世的消息 小林不情愿地前往 目的地为当年 抛弃母亲和自己的父亲 助恋 本来没有什么 有关记忆的小林 看到去世父亲手中 死死钻住 正是当年自己 给他的石头信物 他一下子就完全 回想起了有关父亲的一切 原来父亲一直是爱他的 本篇到这里就结束了 助恋是在日本 叫做纳观师 中国内地应该叫做 遗体整容师 我身边没有从事这个行业的朋友 我不知道从业者的心态如何 整部片子虽然诉说的是死亡 其实更深层次 栓式的是生的可贵 人篇告诉我们 死亡虽然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即完成死灭后的归宿 必将是宁静而安详的 正如那女群逆流而上 纷纷精疲力竭地死在了路上 他们不是因为执着 不是因为痴狂 而是渴望回到那个来的地方 像我们正在盲目拼命奋斗的人们 最终也会丢掉沉重的包袱轻松上路 回到那个出生的地方 尤其是异曲贯穿全片的主题曲 Memory 动情而空灵悠扬 深沉而又让人无比平静 在每当感动或是想和的时候 恰到好处的响起 温暖和治愈开始悠悠回荡 他贯穿全剧 无数次地告诉我们这个电影的主旨 传达给我们希望 这只不可以让你感受到 心灵宁静的佳作 如脸诗 值得你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